大家好我是土豆 我们今天把攻略做了一下更新 因为月底的魔魁已经出来了 那有很多变动 首先前期打架的话 主魔魁打架 魔魁的话0134 0146 就不要用0256那一套了 刀的话因为没有了龙的存在 所以必备也干脆扔了 换2356 备用的为什么有两个备用 因为龙不要了 龙不要的话 现在能拍张用场的话 猫可以有一定的作用 但是它不死还要能打出输出 放在第五个位置的话 其实还是挺难的 大家要结合自己的情况具体去测试才知道 SB塔的话倒是很简单 这个0134是帮助队友保命 0156是帮助队友提高输出的 我们前期前几天的时候 发现在推图的时候 0134帮保保命还挺好的 这个如果说这两天进新区 你就可以换一个SB塔推图 就挺爽的 然后大火器打架的话 也是主魔魁 就不要龙了 猫的话有作用 就用0256用暗猫那一套 大火器是指 占率比较高的一个情况存在 然后前几天几次推图 那我们这个犀牛换了一下 原本写的是燕 燕和犀牛都是0134 这个犀牛 其实是因为有一个技能 能够给我们的主C加伤害 所以要把它拿出来 放在现在像是月底活动 还有个两天的时间 今天114区 明天115区 后天116区 也有可能还有的 这几个区还是进来就可以 换完这几个五魂 都没有问题 但是中间这个蜘蛛没有了 新区现在没有蜘蛛了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败笔 新区没有蜘蛛 导致我们爬那个猎恨塔 可能会少爬四重的样子 这个蜘蛛就有那么强 蜘蛛没有的话 本次我们爬它很艰难的 一个原因 还是因为我们的大奖 两个都是输出的 我们输出是够的 但是锤子它很容易暴毙 所以我们推不上去 你们记不记得以前 我们尝试过一次 不要蜘蛛 看看能推到多少 那次我们尝试一次 是推到了22重 那次大奖就挺好的 像这次 我们同样是没有蜘蛛 但是依然有这个语焰 但是也推不上去 只推到了18重 就推不上去了 这个号也是V9 我们去122幅玩的时候 所以大家就可以知道 推土一个是蜘蛛 很有作用 另外一个是我们的大奖 每一次月底 星区大奖 是有很重要的一个作用的 然后这里补充了一个图 什么是123456 这个图看着就很生动 然后话不多说 最后还补充了几点 第七点 星区推图 犀牛就是狂野之星加伤害 鱼焰的话用强袭来加伤害 如果是主龙 前期推图的话 这个鱼焰需要换吉尺 因为龙前期推图 都是要用银龙 银龙的话它是远程了 那近战锤子的话 就是可以用这个强袭 因为强袭和吉尺 一个是针对于近战 一个是针对于远程 这个你们要注意 可能很多人都玩个扶轮腾脏 照着抄就完事了 哪管这些 然后第八点 是后期 其实还可以考虑主魔魁 因为在10亿到80亿之间 现在在这个魔魁 虽然大后期应该是0256 但是也有人主他 就是把他的各种属性 都拉到最满 然后靠0134来打伤害 主打的就是一个输出爆表 前面输出爆表 能把对面打暴毙了 那就赢了 这个大家也可以尝试一下 就是高战就可以尝试 第九点 魂胜身 魂帝身魂胜采集需要一小时 身魂斗罗需要两小时 建议三倍元素挂机 然后一直盯着 一直在那个尼泰盯着起 不要出到这个外面来 不要进城 进城这个采集就低很多 然后这个采集的话 每个VIP不同的话 它是时间不一样的 比如说V9V10以上的话 这个身魂胜的话 大概采集40分钟就够了 身魂斗罗采集一个半小时 但是如果你是V6V7的话 可能就要采集更长时间 这个是我们这次发现的一个小问题 它并不是每个人都很公平 第十点 第六天晚上零点之后 月卡可以换三张五婚卡 这个时间就更新了一下 第十一点 内院考核给大弟子称号 那是第九天晚上零点开启 那个星辰竞技一结束 它就开了 这东西我们这次也是吃了亏的 我们提前换上这个锤子 以为第八天就开了 谁想是第九天晚上一过 第十天才开了 好 我们后面还更新了一个 什么雪茄之类的 这个C乘1 T乘1 C是什么意思 更新一下 然后魔葵这次的魔葵 我就建议吃一个就可以了 当然你有多给C吃满 就更好了 反正呢 我觉得C以外的不太需要吃 C的话吃一个就性价比Z爽最高 然后还有个神殿 神殿我们也改一下 主C单弓 这个东西以后就不用更新了 是吧 都是很清楚的 主C单弓是往左边的 主C群弓往右边拐 是吧 主坦的 就是要这里的这个陈伤 每次受到的伤害 不会超过30%的血 因为主坦的话 本身会被暴揍 然后呢很多人一起揍他 那他就会受到非常巨额的一个伤害 补血的话 你想想你每次受到的伤害 不超个30% 那他补着血就少 受到伤害就少 补血就少 他就能扛更久 是这样的情况 然后剩下的这个 其他的一般就推荐用这个生命 为什么用生命呢 因为左上角有个 平死无敌一秒钟 是这么一个东西 就还行 这是我们的习惯 也欢迎大家给我们更多的建议 其他的东西就没什么了 欢迎大家在置顶视频左下角 可以下载一下 我们是每天中午开一个区 今天是开114 明天后天 115 116 这个也是 进去就有这个金秋盛宴 可以直接买这个魂卡 每次月底都有这么一轮 我们也会争取每个月月底 都搞一次V8以上的这个冲绑 也是非常感谢 后面一起合作的大佬 还有什么问题 可以放在这个评论区 谢谢各位的收看 拜拜了